我們國民黨團再一次的強調 這一次 國民黨所提出的 是請求 我們院長來召集協商 對於 這個開議日或開議日之前 來做充分的協商 希望行政院能夠到立法院 來做專案的報告 對過去八年實安的一個總檢討 並被質詢 我們要再次強調 在過去三年裡面 在行政院到立法院做施政報告之前 有10次的專案報告 這也是立法院的慣例 並不是特例 而在這個慣例 來我們行使職權的時候 請求召集協商 我也跟韓院長來表達 如果能夠在20號之前我們非常感謝 在20號當天再來專案報告 我們也願意接受 但只要院長才是 我們一切尊重韓院長 另外 我們要再次的表達 對於民進黨 對於這一次 民進黨 還是臨時會 這是在憲法法定的期間當中 當然不是臨時會 而對於 第10屆第11屆立法委員 正在交接過程當中 又在農曆年前 所有的 這些兵荒馬亂的時刻 我們黨團工作成員 有物質 文書 我們在 我們在這裡 對於 這個管理不當 我們會 依相關的規定 來做懲處 我們在這裡也對社會大眾 有對 讓民進黨 抓到這個 與病 來做 擾亂社會 忽視健康的事實 我們來表達歉意 但是 我們再次的呼籲民進黨 不要 健烈欣喜 人民的健康 才是最重要的 行政院 陳建仁院長 已經表達 他願意 到立法院 來做 實安的 8年總檢討 專案報告 我們回歸正題 好好的 重視民生 重視人民的健康 這個才是 身為國會議員 該做的事情 不是一天到晚 以額傳額 一天到晚 政治操作 而踐踏人民的名稱 最重要的議題 我們也再次的表達 國民黨團 是一個堅定團結的黨團 會面對 未來 強大的民進黨所有的挑戰 我們肩負好人民所有給我們的期待 做好 完整的監督的工作 民進黨 不要規避我們的監督 勇敢的站出來 不要在文字上 在那邊細虐 而 踐踏人民 健康最重要的議題 我們再次表達 團結的國民黨 會在共識營的時候 由主席 跟韓院長 來共同 來主持 我們立法院黨團的共識營 這次的共識營 由中央黨部來主辦 我們一切黨團配合中央黨部來辦理 好謝謝 那邊要留給左道 謝謝 院長剛剛跟醫院聊了什麼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喔 我們要招牌 對不起 見過 我們先全力合作 和福國立民的這個工作 來努力推進 謝謝 立法院一定配合行政院 只要對台灣人民福國立民的事情 我們全力支持 謝謝 有想讓你們安放 好謝謝喔 謝謝我們讓個空間 謝謝 讓個空間 謝謝 不好意思我們讓個空間 謝謝喔 不好意思我們讓個空間 謝謝 小心喔 小心喔 讓個空間 不好意思我們讓個空間 小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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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走 來謝謝 好謝謝 不好意思喔 那邊先過去 我們都知道食安是要從嚴 不能從寬 可是民進黨 看起來是放得很寬 我舉個例子來說 本來我 如果有專案報告的話 我要問行政院長 陳建仁的事 為什麼 你在 星期四的 行政院的 院會裡面 你要說 要由台南市政府 來檢驗 台糖送過去的 肉 如果沒有驗出 有瘦肉精的話 那就是沒有 台南 台南市政府 驗出的肉 跟台中市政府 驗出的肉 又不是一樣的肉 你怎麼可以因為 台南市政府 驗沒有 就說台中市政府 驗沒有呢 這個是完全 不符合他對於科學的 了解跟原則的 但我們行政院的院長 竟然也做出這樣子的才識 這讓大家感到非常的意外 所以說本來如果有臨時會的話 那這個有專案報告的話 那我們是希望可以 來跟這個 陳建仁院長舊教 為什麼你會在行政院會的時候 做這樣子的一個表示 那但是 因為現在看起來是 我們可能要等到 正式開議的時候 那到時候開議可能也會有新的議題 我們還沒決定要問什麼 所以總之我們是希望把握每一次的機會 那把人民的疑慮 把政府的問題 把他們私相 受受或是私下的一些 讓大家覺得不可思議的作為 更加的公開透明 讓全民知道 接受國會議員的檢驗 韓國瑜院長就是因為時間 時辰的關係所以 變協商 但民進黨團這邊是有認為說 是不是韓國瑜打臉的 藍黨 我想我們是尊重韓國瑜院長的 相關的協商規劃 那基本上呢 因為也很快就是要開議了嘛 那這個行政院他們也必須要做 整體的報告 那我想國民黨團這裡的立場是說 希望他們可以救時安的部分 那做專案報告 或者是說如果我們沒有提前開會的話 那其實 在他的這個報告裡面 是否可以救時安的這個主題 跟國人做更清楚的說明 回應民意 我想這也是一個好的方式 所以我們會尊重韓國瑜院長 他的協商方式 立法院的規則 但對於人民時安的這個把關 那我想我們會繼續的追蹤 要求行政院要好好的回應民意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這好像是 韓國瑜他身為立法院長 在跟傅昆琴這樣說 他才是立法院長這樣子的感覺 立法院長他當然行事他是中立的 是這個中立客觀 那在所有委員之上 然後來做這個協商 所以他不會 偏於哪一個政黨 那但是呢我相信他 在包含是旁邊有這個 周萬蘭秘書長的這個 輔佐之下 那他們整體的這個考量 一定有其道理 所以我倒不覺得說 韓國瑜院長會為了這種 這個小小的事情說要 給人家下什麼樣的馬威 我覺得這都不至於 那基本上應該 只是說立法院長的這個職務 然後呢在協調 這個不同政黨的過程當中 那他們有根據議事規則以及開會時間點上面做的相關考量 所以各種的猜測當然外界都會有 民進黨也喜歡見縫插針 但我覺得那也是大可不必